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宿舍的外表 躺在上面背檔子 你今天要開箱什麼 在這喔 我找到你的新拍攝景點了 地點 就在這裡 我要開場了 好 大家開場吧 嗨 大家 今天呢 我們要來開箱 主大浩之8.11的宿舍 GO 本人大學 在今年終於完工浩之8.11的學生宿舍 現在 我就帶大家來搶先體驗一下 看看到底有多厲害吧 錄出前面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我先去收卡片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上了嗎 好 從電梯出來就可以看到我們 浮道 新北市新章的夜景 好可憐喔 好啦 這個電梯出來的部分還行 我現在光從這個樓層的這個長廊 就可以感受到 跟我以前的宿舍完全不一樣 那我住的是 050173 所以是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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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燒人島 超高欸 欸 可是好單調喔 欸啊 等你還裝飾 哇塞 你剛剛是要問我什麼事情 等一下這已經20了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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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欸 你到底有沒有人來啊 沒有 是第一個 這個聲音 它的質感 是 那個 清脆 就是不清脆 就是怎麼講 厚重厚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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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人 你是第一個 是我的第一個 新宿舍第一家的開箱 好 哇 哇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開我了 請問有人嗎 不好意思 好大 欸 所以你是最後一個 對 喔 對啦 因為你是沙達 你是沙達 對 哇塞 欸 這是怎樣 酒吧是不是 調酒 這個椅子是完全新的 就等你去 對這完全沒有拆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 打開 欸 這怎樣 欸這個優質型是什麼意思 欸不是啊 他們的東西怎麼都那麼少 他們的東西怎麼都那麼少 可是我的東西 光我今天上來就帶這麼多東西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抽屜 欸 這裡 這裡 它這裡沒有一個抽屜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讓我們有什麼 拿的東西 喔這裡 這個很像一種家裡的感覺 這裡 這裡有總共有三個 兩個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 很 算普通的櫃子 上面的話跟 原本的宿舍差不多 是 一個 除霜的感覺 所以可以自己 除霜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設計感 可是它不會全部都是大的 都在同一邊 讓我們有壓迫 它現在有平衡感 你說上下 超錯平衡 那你知道這個其實可以 拔出來自己調整距離 對 對 對不起 沒有我覺得你 沒有就是 這就是它設計的用意 現在 這個應該是衣櫃吧 看一下 欸 要一邊一邊 好 衣� 衣� 我 衣� 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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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可以掉的嗎 下面應該是給我折起來放 只是有點髒 所以等一下擦一下 好 我是我一個宿舍 對啊 這裡 我跟你說 之前啊 我們在 舊宿舍的時候 其實 舊宿舍啊 其實每次脫掉鞋子 進到宿舍裡面 我們根本不知道 鞋子到底要放哪裡 我們完全不知道鞋子 我不知道他們 但是我們的話是 鞋子就是只能 隨便放 然後就是 再用到地板 導致地板根本就是沒地方放東西 所以這也很貼心 我們準備了一個 很大的鞋櫃 你可以一個人放十雙都不是問題耶 對啊你看 一二三 所以 六 所以一個人大概兩個層 鞋子比較少的 比較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連放都不用放 一雙打天下 對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床上面好了 你看一下 可以上去 我知道了啦 這個是讓我起來 就是打到頭 對不對 這個 好啦應該是不會打到頭 不會啦 它可以讓我躺在上面背 可以打一次 喔 我剛才講的 喔 它想躺 我跟你說 這個設計很棒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會全陌生日陀 還有 還有一個 但是我 可能 睡一睡翻身的時候 很怕掉下去 但它這個 比以前還高一點點 而且它比較全部都有 對 所以我才不會掉下去 好可愛耶 就是 就是做這樣比較好的環境 心情真的會比較好 真的 這樣學習能力就會各不高 我跟大家說 我其實睡覺會打呼 所以 這個 實在跟我是有say sorry不好意思 就他們比你更大聲 我希望他們比我更大聲 因為我自己已經非常大聲了 我們現在先下來 你今天每一格都可以幫你寫 是嗎 就好像這樣 好像是耶 是啊 那這個是樓梯 對 同時也是 跟以前的那種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是從這裡 就是有一個 讓我用爬的 所以我們爬的時候就是 拉 拉的時候會那個 震動 會震動 吵到人 所以這個樓梯看一下 喔 你看你就有幾個 123 14個 所以光我自己就有這麼多個 對 那差不多你的 欸 它這個很棒耶 這完全是隱藏式廚櫃 對啊 它可以讓你就是 你看起來不會那麼長亂 然後整節比賽的時候 都是第一名 欸這裡有一個插頭 啊不是插座 這裡有個插座 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插座的用意是 不是 這個出桌讓我有點 不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是 你可以請 所以它的用意就是讓我們可以先開燈起來 然後在這個燈的這個環境中喔 我們可以坐在這邊溫故知心 然後大家一起討論功課 那這個桌子也相當有質感 它底下就是 底下也是一個抽屜 可能就是讓我們放一些漂舊的東西吧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我也覺得意義不明 你可以告訴我 它可以健身 它讓 它是 它是 它是讓我們健身的 男生總是要健身 有沒有 可以健身 學校真的是替你們想的很多欸 不僅有好的環境還可以這樣讓你們健身 其實我踩地板 哇賽 這個開的其實讓我覺得 會不會有蚊子跑進來 可能已經跑進來了 是讓我們大吼大叫的嗎 所以其實心情不好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 遠眺外面 然後拿著一個烘酒杯 哇賽 這個意義是不能用上這個 OK 好 然後這個 我這很不熟你們 這就很開到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 好 我覺得這個玻璃啊 我們就讓它定屑去擦 才會乾淨 好 關起來 欸這裡是面膝還是 這裡是面 面洞 因為派陽 我們看一下外面 派陽現在是照那邊 所以說 所以這邊是 日出的時候 我們 看得到日出 日出 這個時候你就會醒了 我六年半起床的話 就是坐在這邊吃早餐 配日出 要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這樣子 然後心裡想走 我等一下要上班了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一個比較酷的地方 就是 在我們窗戶底下 它可以 有一個空間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讓我們擺 洗衣服的東西 廁所在我人隔壁而已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公共浴室 一次是兩間耶 來到了我們南側了 看一下南側 有鑽除小麵糕嗎 喔 我知道了啦 這個洗手台也太多了吧 欸 我怎麼會一直坐 欸 這洗手台 你這樣好興奮 這個是洗手槽 新式洗手槽 然後 一如往常的 洗衣機 烘衣機 這就是擺上面 然後這裡有一個 井 那這是浴室 那這是浴室 所以浴室的話 它的地板是長的 繁華的 只是浴室沒有鏡子 喔 對 就是我 我洗完澡 要看的時候 你應該射出來出來 沒有射上 對 洗完澡之後呢 我們沒辦法立即 看到我最真實的自己 對這個宿舍 巴黎的開箱 最滿意的地方 最滿意的地方 我覺得最滿意的地方是 有景可以看 有景可以看 對 有風景可以看 有景可以看 對 有風景可以看 有風景可以看 可以看日出 不看日出 日都是走進那裡 可是你不是夜間服的嗎 我可以看日出喔 喔 所以我還是要早期 就要你辦對我 喔 我覺得要去 欸 其實我覺得要裝上很難 算有點用實啦 如果只是給寫生吃 你是必定去的啊 我最喜歡的 其實是樓梯 因為這個樓梯 是我從前一個宿舍到現在 其實我真的覺得那個樓梯子 我沒有很喜歡 尤其是踩上去 腳會痛 腳會痛 所以我 就是這樣子就下一個 我們還要另外買一個 那個就是那種 腳套 那種樓梯套 要套上去 才不會讓我們樓梯 踩起來不太低 所以那個樓梯 是我覺得最喜歡 而且它還有那個 收納 收納 減省空間 對啊 所以 那種收納的地方 其實對我來說 非常的實用 寸土寸芝麻 我還蠻喜歡這個 就是它讓我一進來 它第一個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 因為我一直總覺得 它可以在這邊就是 跟大家 跟室友們就是跟進來 然後 還可以可能一起喝酒 那好像酒吧 對 你說到重點了 我們每次要吃東西的時候 找到地方 我們找到地方 然後還要拿那種 老家寄來的那種箱子 自己當桌子 當桌子 然後放在上面 喔 對啊 這個顏色也好 而且這個桌子蠻大的 它這裡就是讓你放零食 一棒的音樂充電 不錯 關的 這裡可以擺一個 音響設備 播音樂 吃披薩 還有一個我蠻喜歡的 就是這面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牆 你看這個牆 可以讓我們做 開場 就是 這有點像阿比 啊不是 藍色的 藍色 藍色做為雞 好 今天開始我把音樂學好 好 那現在已經是我 入住的第三個月了 我覺得 一切都非常的棒 不過因為宿舍 是今年才開放的 所以有些公共空間 是還沒有正式完工的 不過我覺得沒差 因為從房間跟 其他的設施 我覺得已經非常棒了 我覺得環境只要好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還有最 我最喜歡的 是真的 因為他的那個景 真的太漂亮了 晚上還可以看到那種 就像現在有夜景 可以晚上看夜景 就不需要再跑到一個地方 然後到山上或是哪裡 才能看到這個 從高樓往下看的那種感覺 也是提供給一直以來想要住宿 不管是台北或是外地生 想要來申請宿舍的朋友 一個參考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一個訂閱 或是分享給你所有 有住過大學宿舍的朋友們 好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